一名男子裸着上身在超商门口不断叫嚣 下一秒他竟然拿起手上的弓箭朝店内射了一箭 这还没完他拿起弓箭朝其他人身上用力回 事情就发生在桃园复兴区这间超商 去年4月26号晚间9点多 曾姓男子疑似喝了酒 裸着上身到超商闹事 辱骂成姓女店员能不能像个女人 是个什么东西 在店门口不断挑衅叫嚣 甚至拿出一把弓箭朝店内射 幸好店员即使闪避没有受伤 原来这把弓箭是曾姓男子自己做的 因为这间超商未处偏乡 附近有一处部落 居民有打猎需求 就会制作像这样的弓箭 但没想到曾姓男子竟然会拿弓箭 来闹事 男子射完一箭后还在超商门口 不断叫嚣最后遭到警方逮捕 弓箭也被没收 而曾姓男子前科累累 2014年犯下窃盗案 遭判七个月有期徒刑 没想到出狱后没有悔改 又陆续犯下公共危险 毁损窃盗以及公然侮辱罪 目前被羁押在桃园看守所 超商结合地方特色 印着男子手持弓箭的图案 没想到这画面竟然真实上演 男子喝醉酒闹事 甚至朝电源射箭 夸张行径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三十月张玉姐过瘾 桃园报导